昨天客服下班之后 有一个客户来问的 他说这样子不能吃不 要退掉 花皮是吧 嗯 就吃花皮一点点 这个水果放了多久了 花不辣植的能退吗 能给个解释吗 上面会看不到吗 因为11点了 11点客服下班了 没有人回复的 嗯 你觉得这个得不给他退啊 这个还是花皮了 但是我们裹的是现在的 不存在不新鲜了 如果这种能退的话 那我整个果园我都不应该卖 为什么 整个果园都有这种果的呀 没有哪一个果 它是没有这样子的 是不是你看这样子 放大来看嘛 嗯 这种 是不是花皮反光是吧 反光就是花皮嘛 因为我们没进锡锅厂啊 没有把这些抛掉 没有打蜡 是啊 这样子就退的话 那我整个果园都不用卖了 我看一下这个朋友是哪里的 嗯 哦 他以前买过你的卧肝 嗯 看一下 小鸡 它是 广东东馆的 他没吃过这种新天下树的水果吗 还是他都是在 都是吃那种在水果厂里面出来的果啊 嗯 他以前买过一单卧肝 不知道卧肝他有没有收获过 哦 卧肝没有收获过 不知道 这个你觉得难退吗 我是跟他为父的说 这个是不 不影响使用的 不 而且果子是现发的 这个是不能退的 因为我们生鲜都不可以兑换的 水果的你退回来 你给我的也是坏的 那这个水果是怎么保证呢 是吧 保证不了的 我们发给你的 你收到好了 咱们就收下坏果 咱们去包培 但是这种 坏皮的 不包的 真的不影响使用的 咱们不包的 这种果 我可以说吧 每一项里面都会有一两个的 我们没进去过藏的果 都是这样子 因为这果生长到山顶上 风生日晒365天 没有你说很光亮那种的 光亮那种是习过藏出来的 嗯 这位所以这位朋友 如果你看到视频的话 就告诉你这个是我说的不能退 你们也觉得不能退 这个东西 对 如果是压坏的 你快递压坏的 裂开了 或者是有日菜果的 这种是不是 我们没看好的 这个里面完全不影响了 看起来很新鲜的 对啊 我们果子都是现在的 不存在说 比你在任何地方买的都新鲜 因为我们是今天呆今天发 最迟的话 可能是今天下午再第二天发 就比你那些进过洗果场 然后再进冷库再出来 你任何一个加水果店的果 都要新鲜的 最主要是我们又不泡药 又什么都没有 人家那种泡过药的 然后去泡光 打一个蜡上去 它这个那个果就显得很光滑的光亮的 我们这种山顶上的果 它是100%是有瑕疵的 没有不瑕疵的水果的 除非人工加工的 如果你确实是坏了臭了 或者是干水的干虾压坏的 咱们这种皮肥 这个不在你肥范围之内 这个荒座 我相信经常买我们家东西的 都知道这种纯天然的东西 什么没有很漂亮了 人家都说了 女人越漂亮越坏 对水果越漂亮越足 但是也不会说 其他的水果可能漂亮了 它是好一点 是吧 有时候水果漂亮是 什么水果是漂亮的 哪个是不加工了 天然长出来的 没有哪个是说是纯天然漂亮的 不知道 应该有吧 我们不知道 反正我没见过 我们自己种的果 反正没有哪一个是纯天然漂亮的 外面买那种一箱一箱的 车底纸啊这种东西 才是漂亮是不是 那种要泡药水的 虽然我经常买车底纸 但是我也知道它泡药水的 但是你不泡它吃不到的 你知道 你不是要去约老板的 几点 九点钟 九点钟 你不是要搭个一起啊 等一下我教导的 看来有没有空 他说今天要 弄什么东西的 机场 鸡栏 铺地板 你们弄 看回来再弄啊 你不可能叫大哥弄 你一起去弄啊 可以啊 铺那个水的地板 我们不是搞那个日氧机 那你去叫大哥呗 这个玫瑰 是我种活的 花 你看 我的院子里面也是有花的 其实这边还有一些 之前老他拿过来种的 叫什么菊花 嫂子这个辣椒结了 我心喜欢吃辣椒了 嗓子好了 又可以吃辣椒了 开花了 这个是甜菜 这是苦卖菜 辣椒 那时候我这嫂子买了好多辣椒 我说我喜欢吃辣椒 这个棋子也长出来了 小院生机勃勃的 在徐姐的打理下啊 那个是堆垃圾的地方 确实我们也是 有很多地方顾忌不到的 有了徐姐 我们轻松了很多 小猫咪在这里 这个小猫咪没有人领养吗 这三只小猫咪 已经有人领养了 一只了 然后还有 还有三只小猫咪 要的朋友来抱呀 呼呼 你怎么了 你在我蹭蹭蹭 你看你喂奶 喂的瘦茫茫的 这小猫很漂亮的 你看想要的朋友 这只很漂亮 这只 这只也可以 这只有点小花脸 我看到了啥 我看到了傻狗回来了 我它怎么这么脏啊 天呐不要了不要了送走送走送走 我要把他送走了 这是啥 啥 你看 哼哼 怎么捡回来这只鸟 这个不能捡回来的 要放生的 放生在路边 它以为死的呀 它野生的捡回来的 对呀 在路边的呀 它肯定是鸟窝掉出来的 这个养不活的 我看不到鸟窝在旁边的呀 看了有成神吗 有啊 走 热死我了 辛苦了辛苦了 哦 衣服脏完了 真真的节奏 放上来呀 干嘛 放鸟先 我吃了一点橘子 橙子 这个是什么鸟呀 捡了一只鸟回来 嗯 这个就是吃我们黄豆的鸟 这黄豆的鸟还捡呢 回来 黄豆的吃那么多了 哎呦好热 橙子 橙子 我想吃新鸟的橙子 哇现在的橙子漂亮 有点仿轻的是不是 有没有 没有 还没有 拿出来都拿出来 咱们今天不发小果 下层没有小果 昨天有朋友下单了 我们这个下层 今天只发中果跟大果 明天摘不摘 摘呀 因为昨天摘的果今天发完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着急的去直播 把它卖完 就是因为我们昨天摘了 有果剩嘛 一定要在它下属24小时之内 我们把它发出去 这样子保证新鲜嘛 嗯 好漂亮 你这家午休还是怎么样 出去剪个头吧 要不要带这个狗去剪毛 不要买个推剪就可以了 它剪个毛太贵了 那出去剪头发 那我们一起出去了 我要洗头 然后要去安排发货什么的 好的 三点钟之前我要回来哦 可以 哎呦 热死我 先休息一下喝杯水先 把衣服换一下先 对 你这个大道具够多的 我天 走了半个小时 可以 可以 掉下来吧 小鸟 你看它抓的还是挺紧的嘛 等一下会不会被猫吃掉 我掉下来猫就把它吃掉了 它不会掉下来的 你摇一下 那你又不把它放回窝里 没看到窝 有窝我肯定会放回去了 也没有窝 这样子活不了的 它现在能吃什么这么小 抓点肉 抓点肉 抓点虫给它吃嘛 咱们菜园子里面不是有虫吗 抓是抓的挺冷的 要不下午一点去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窝 把它放回去 嗯 放回去应该它猫妈妈也 它鸟妈妈应该不要它了 是不是有你的味道 不知道 以前我小时候也剪刀鸟 会叫了 会呀 那你休息一下 喝个水 等一下我们出去回来再去保一下这个鸟窝 嗯 我就帮你扶一下 衣服太脏了 好的